所以我們要回來題目來看 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我們已經做了 這個通用格子做了 然後 把對錯底下這個也做了 然後邏輯部分 撰寫公司這個也做了 有沒有 如果是對就10分 不對就0分 那底下這個還沒做 這個是說呢 如果他是希望把10分變成打勾 然後把 沒有就是空白就對了 那怎麼樣打勾 10分變打勾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 當然 做出來看 看起來會是 比較 怎麼講 因為畢竟圖像的話 看起來好像比較厲害一點 但是 因為你 10分 跟0分 看起來其實蠻混亂的 可是如果 換個圖好了 感覺就會 比較 怎麼講 就是比較 感覺 平易近的一些些 所以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把10變打勾 然後把0全部變成空白 那怎麼做 所以 特別注意你就跟著剛剛的方式做 所以第一步 我們剛剛是不是貼上對不對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選取了 所以特別注意 剛剛我把它Ctrl-Z一下 一個 就是 1 先把這個公式 向下填滿 然後Ctrl-C 對不對 2的話就是 選取這些 總共有9個 所以 按Ctrl鍵 一個 兩個 三個 4個 5 6 7 8 9 如果你做錯 重新貼沒關係 它會蓋過去 Ctrl-V貼上 那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通通選取 10題 的這個公式範圍 就不用全 重選 接下來我們在做 把它變成格式 成 那個什麼 打勾的狀態 也是 10分變打勾 0分變沒有 那怎麼做 這裡的話你可以找到有一個圖式級的東西 有沒有發現有打勾 有打勾對不對 但是那個規則是 有三個圖 可是我只要其中一個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其他規則一下 所以 你在選取狀態 選擇 圖式級裡面 的其他規則 或者是新增規則也可以 反正從這邊進 或從這邊進都一樣 新增規則好了 然後呢 我就找到 樣式的部分呢 我就找到圖式級 其實一樣 它從剛剛那個地方進來 跟從這邊 修改 結果一樣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找到打勾的這個 那跟他講說如果是類型是 數值是10分 所以你把它改成數值是10分的狀態 當他大於 或等於 所以等於也包括 就變打勾 那如果呢 當他數值為0的時候 那我就變成沒有圖式 那其他當他小於 不可能小於 不過也順便把它改成 就是這兩個都沒有圖式 只有這個有圖式 OK 所以 就是新增規則 進來 然後再到這邊的話呢 找到 把它的格式 改成 圖式級 然後選擇打勾的那一個 並且 把它 大於 這邊 類型先改一下 那其他變成 無 那個儲存 這個畫面其實我幫各位截圖 放在雲端上 所以如果你要找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這個圖啦 OK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呢 出現了 但是你說老師有打勾啊 但問題 他前面的數字為什麼還在 跟各位講 因為剛剛我漏打勾一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要變更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管理規則 剛剛不是新增對不對 如果你假設 做錯不用重來 你想說老師我清除重來 不用了 你就管理一下 然後 找到這個打勾的地方 點兩下 或者按上面編輯也可以 記得啦 其實有個地方我漏了 拆應該可以拆得出來 其實很多地方我覺得都不用特別記 拆應該可以拆出來 記得正中央有一個什麼 只顯示圖示比較好了 上面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 所以有的時候 我在使用工具啦 盡量如果可以不用背 我就盡量直覺就好了 所以像以色列的好處就是 他很多的設計都還蠻直覺的 你就不用特別去背他嘛 那也不用做不會做錯 所以有的時候理解他 然後你就會很直覺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看結果是不是 我們要的 當然確定好了 或套用也可以 有沒有發現 果然 數字不見了 只剩下打勾 這樣就一不了然了 另外我看還有哪些地方沒做 所以打勾就OK了 接下來的話 這個OK了 那這個也OK了 然後 這個 就是橫條 也就是說 答對幾題 我希望把它變成 就是像這個答對幾題 我們是用數字 可是有的時候啦 我如果希望 答對幾題 可以用什麼呢 用圖來表示 就是如果答對的數量多 給的圖比較大 然後給 比較少的話 讓它相對比較少 1 把游標放在G4 Ctrl-Ship向下 先選 2的話呢 你可以設定格式化條件 把它改成資料橫條 那你 題目好像是這個啦 OK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呢 藍色的 資料橫條 這個 那做完之後有什麼效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應該 如果你會用這個功能 你會覺得 好棒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沒有這個橫條 你會發現你光看數字 因為人 在判斷的時候 如果看到數字 要再轉換成那個數量的時候 其實還是需要一個時間差 雖然其實還蠻快 但是還是覺得沒有那麼 尤其資料越多 你會越覺得說 這 很混亂 但是如果你有看 馬上一目了然 這個學生 答得比較多 那上面好像都比較差一點點 你就可以馬上知道說 哪個區間 或者哪一些學生 答對的數量 是比較多的 有沒有 所以現在 有個流行 就是說 數據 尤其大數據 全部看數據 其實眼花撩亂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可不可以快速的把一大堆數據 變成 平易近人的 圖像 畫個圖給我們看 有沒有 馬上就可以 一目了然 不然你給人家一大堆數字 大部分 一定都分頭轉向 OK 那這個最後做出來 大概長這樣 記得 把範圍選起來 然後設定格式化條件 找到資料 橫條 選一個就OK了 那最後的話 還有哪些地方我看一下 還有哪些地方 所以剛剛打勾 然後橫條 最後好像就畫框線 框線是說 所有框線用感藍綠 輻射 五 這個 然後呢 就是最細的實線 所有框線 然後 這個設定完 然後再去設定內框線 所以他等於是先所有框線先設定完 然後變成白色的 內框線 所以我們先做這個 所有框線 所以他把A2到 A1 所以先把範圍選起來 這個範圍 A2 然後Ctrl Shift向右 建議是 因為他會卡住 所以你向右 到第10題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看一下 可能要兩次 他才會選到下面 所以 剛剛是Ctrl 先游標放在A2 Ctrl Shift向右 他會卡住 如果你說老師 那這樣不方便怎麼辦 沒關係 你還有一個方法 優標先放A2 然後你用捲動的 按Shift鍵 再去點選 這個 AA300 這樣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 然後這個方法 比較 比較簡單 反正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畫框線 其他框線 然後他是要 要先找到 這個 最細的 實現這個 然後要橄欖綠 橄欖綠是哪一個 這個是 淺綠 好了反正就找一個 橄欖綠 到底是哪一個 橄欖綠 OK 這個啦 是不是這個 他說橄欖綠 然後輻射多少 輻射 輻射3嗎 輻射5 所以5的話 其實有時候最麻煩就是找這個顏色 所以有的時候你如果可以的話就是 在這裡 然後百分多少 沒有百分 沒有百分 那就是百分百的 所以就是應該是這一個吧 這個橄欖綠 就這一個 好 記起來 OK 這個點一下 然後全部框線就是 外框加內框 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改成什麼 他好像第二階段的框線 他說再把內框線 改成 白色的 最細 所以呢 選最細的 然後再去選白色的一個 應該是這一個啦 OK 白色背景1 然後把內框線改變 所以意思就是不要內框線 的意思啦 OK好 那最後做完就是這樣 那最後請你把它另存新檔 檔案名稱的話 記得把它存成 EX A 106 這樣就OK了 今天練習的話 理論上呢 就是兩題 這題好像我剛好存過 不能存一樣名稱 102 12 OK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把 這個104 跟106 試著做做看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是 剛剛那個 公式要貼 記得錢的符號 如果你對於那個錢的符號 到底 作用為何 如果還是不太清楚的話 其實可以再找一些影片 稍微看一下 然後 其實它基本概念就是 向下填滿 它的列 就是它的數字會增加 向右填滿的話 它的藍會增加 這個是基本概念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它增加的話 很簡單 就是在 儲存格 公式裡面 在它的前方加個錢的符號 它就會固定在 某一列 或某一籃上面 就不會變動 OK 至於什麼地方 鎖列 什麼地方鎖籃 可能要再斟酌一下 尤其向下一定是列會增加 所以 向下才需要鎖列 向右才需要鎖籃 這個可能要 清除一下 那如果你希望它變動 你就不能把它鎖起來 因為你把它鎖起來 它就不會變動 所以這個錢的符號 要怎麼使用 可能 還是要 再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你可以熟悉這部分 你會發現 效率真的 快很多 OK 試試看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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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